蜕变 对 并不是说成绩的蜕变 而是一个心态性的蜕变 21年是我成绩的蜕变 今年是一个新的心态 11月22号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举办 林甲七号沙龙交流会 中国游泳运动员张雨菲 接受了媒体采访 她分享了自己运动生涯 记忆深刻的点滴 我是2013年15岁的时候 在来到国家队的 那个时候还小 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 我所理解的竞技体育 其实就只有输赢 我就觉得我上场 我就是为了赢 就是为了拿第一 然后游完我就可以结束了 我就每天都是刻苦训练 执行教练的计划 挑战自己 张雨菲说 曾天真的以为 自己会一直赢下去 结果在2016年 鲤鱼奥运会上 她遭遇了滑铁卢 我一直赢到了2015年 在我17岁的时候 然后2016年 就是鲤鱼奥运会 我觉得 凭借我这天赋 还有我这种幸运 我在明年的奥运会上 我一定可以完成我的目标 当时的目标是说 里约奥运会的前三 但谁知在里约奥运会上 可能一下子 滑铁路滑到了第六名 就是不仅自己的目标 没有拿到 然后到最后 还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流水的第一 铁打的第二 张宇飞调侃 自己在里约奥运会后 参与国内外比赛 总是拿到亚军 但这段时间的经历 并没有击败她 就从里约奥运会之后 从那以后 我每一年的比赛 都是在输当中度过的 因为这五年的时间里面 我没有 不仅在世界大赛上 没有赢过 在国内我也没有赢过 永远都是第二名 可能游泳圈里面 有一句话说是 流水的第一名 铁打的第二名 因为我永远是第二名 但是这段时间的经历 没有把握给打败 放弃才是最可怕的 我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我觉得 没有一番丰盛的人生 只有不断提升实力 也是在磨练自己 抗挫折的心态 才是最重要的 张宇飞的坚持没有白费 在2020年9月的比赛中 她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 终于在20年的 我们9月份的冠军赛上面 我提升成绩 提升应该有将近一秒的时间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秒 让我一下 跻身到世界顶尖选手 跻身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此后 在2020年冬季奥运会上 张宇飞夺得女子200米 蝶泳冠军 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记录 在今年举办的杭州亚运会上 张宇飞独揽六斤 并被评选为 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比赛的输赢呢 它的确是我们经济体育的本质 但是现在的我就不会再去认为 它是全部 因为我们有比输赢更可贵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胜利 哪怕只是战胜了自己 以及过去的自己 我们同样可以激励 同样为此奋斗的人们 都可以是赢家 谈及未来 张宇飞希望在2024年 巴黎奥运会上成绩更进一步 因为我用新的心态取得了 一个新的成功吧 并且我想把这种成功延续到明年 巴黎奥运会上 肯定是能希望超过自己 东京奥运会的成绩 就是争取奖牌数和金牌数 都在网上走一走